哈囉,歡迎再度回到汽車俱樂部 聽完這首好聽的安全感 最近大家可能都不是很有安全感 所以今天在上節目的時候呢 經過一些國小門口看到遠景都有在站崗 龐德也特別跟這些遠景都示意 表示大家都辛苦了 但一方面也希望我們的見景率 能夠盡量的能夠持續的提高 這個不管大家很多很遙遠高尚的一些什麼 講得很高深的理論 我覺得那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現階段能夠如何的 先迅速的能夠解決一些問題 解少一些對社會的傷害 應該是最為重要的 那麼我想我近期也不要再批評 這個校園門口那個家長接送的那個混亂的情形 因為不管怎麼樣 人命最重要人命最可貴啊 所以這個絕對凌駕在所有的 所有的東西之上 所以父母親這段時間 尤其這段時間啦 這跟你說模仿效應等等的嘛 這段時間大家真是要更是加緊的 保護我們的學童啊 所以大家家長想盡辦法的 要挪出時間來接送自己的小孩喔 也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好那我們看一下喔 這個油價現在都是有精準的 每個小時的油價一直貼出來 看起來沒有什麼太大的波動啦 不過呢這個油價喔 看不可能是一直在低檔 因為我之前講到這一種供需啊 供需一定要有個上上下下 整個這個供應面或者是商業 市場才會有持續的一個動力啊 一定要有上上下下的 所以不可能持續低檔喔 一定又會再緩緩的爬起來 雖然說大家是不樂見的喔 但在這一些油品的這個內容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喔 你到加油站去 即使說現在的柴油車 就是小轎車的柴油車裡面 好像比例也越來越慢慢的升高了喔 那常在臉書上會問我說 買什麼車的朋友呢 這個會詢問柴油車的朋友也越來越多 但是呢這個柴油的這個加油島啊 你在加油站裡面那個是加柴油的島 其實還是佔相對非常的少數啦 所以佔的比例還是低的 這一方面就是也是要反映目前市場上柴油車的數量喔 也許目前的這樣的數量還是足以應付柴油車的這個市佔率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覺得3號也是在告訴消費者說 柴油其實並不是一個很有未來的一個燃料喔 這不是我講而已啦 這其實各種資料都是這麼的顯示 汽油它可以相對於柴油呢 比較乾淨的燃燒 它不會製造很多的炭力 那經過這個觸媒轉化器的轉變之後呢 排出的這個HC啊 其實呢在這個二氧化碳的部分喔 是高於這個柴油引擎一些 但是在氮氧化物的部分呢 是遠遠喔 遠遠低於柴油引擎的 而柴油引擎它除了說呢 這個NAX喔 氮氧化物非常非常高 好難以解決 而解決的方式呢 我們也看到喔 也造成車廠為了這個要作弊 造成很大很大的一個負擔喔 那它還會排出這個碳粒 這個碳粒 那這個碳粒呢 當然也有一些過濾的機制 只是說這個過濾的機制 但是又造成消費者的一個 這個保養上的一個難題啊 常常你一換 哇很多錢 啊不換呢 那堵住 傷透腦筋喔 那你說那個過濾真的就是 完全可以達到一個完全的捷徑啊 這個部分呢 我個人也是持非常保留的態度喔 因為之前我跟各位報告過 其實柴油引擎那個所謂的 應該叫DPF喔 就那個柴油 炭粒的這一個過濾器 因為這個炭粒就像我們烤肉喔 那個BBQ喔 烤烤烤烤烤烤烤 就烤這個煙裡面 這個煙裡面為什麼會有顏色 為什麼會有黑煙啊 白煙啊 就是它這個煙裡面有那種這個顏色的很多的粉末嘛 所以呢就會造成這樣顏色的煙喔 這大家可想而知 所以你今天會冒黑煙 就是你這煙裡面很多這一種 微細的這種黑色的碳粒嘛 那你這個碳粒呢 被過濾器過濾掉之後排出來 好像看不見了喔 那大家知道 大家做麵包都用塞子嘛 你塞子塞一塞 那個是不是最後塞起來 塞子上就一大堆東西 那東西我們今天塞麵粉 你都會把它倒掉 倒掉之後讓那個網子變得乾淨 然後繼續再塞嘛 那今天我們車上的這一種 碳粒的過濾器 你有可能就直接拿起來抽掉甩一甩嗎 如果可以的話 我說如果啦 如果真的做了一個機制 消費者可以手不被燙到 然後手能夠伸到引擎底下 去把那個碳那個過濾器 那個網子還可以抽出來 然後找個乾淨的地方甩一甩 敲一敲 再插回去 那不是還是一種辦法 只是很笨而已嘛 但是不可能這樣做 所以呢 那個塞子啊 就是一個沒有辦法被清潔的一個塞子 在過濾這一個碳粒 好啊 那工程師想出什麼方法呢 就想出啊 當這個引擎在高轉速的時候 就是往這個排氣管啊 這個過濾器呢 高速流通的時候 那溫度相對比較高嘛 這個時候呢 來透過呢 不管說再度加熱 加熱這個網子 過濾網子也好 或噴入一些什麼藥劑也好 讓這些粉末呢 能夠燃燒之後成為更為細微 更細微喔 更細微這碳粒啊 或者說改變它的結構呢 讓它噴出之後 能夠迅速的落到地面上 那方法就這樣啊 那現在就 問題就來了嘛 你這一個 經過這樣子的一個激轉啊 讓它改變這個碳的 碳的這個 不管體積也好 或質量也好 讓它排出之後 能夠迅速落地這個動作 到底有沒有每次都實現 或者說實現的功能多少 這個沒有人知道啦 就是 對不對 基本上你說的算嘛 對 你說的算啊 那我剛才講到高轉啊 那有些車主開柴油車根本很少在高轉啊 它維持一個條件啊 才能夠進行 那都沒進行怎麼辦 那就堵住啊 好 那就算進行好了 那個經過這樣子處理之後排出的 你還是探力嘛 你說迅速落地 那如果說跟你很接近的車子呢 它是不是吸到了嗎 或者說你到底有形成多少的功能 這個都非常令人懷疑的啦 所以講到這裡呢 我們在討論說福斯這個造假事件 其實這個造假是指說你今天到這個驗車的時候呢 它為了要規避啊 規避這個NUX NUX的大量排放 它當你偵測到呢 是在你在檢驗我的時候呢 我就透過軟體 這我跟各位報告過了 這個我想控制那個EGR法 應該是個主要關鍵之一啦 那個EGR法 你開 開多一點 進入多一點的廢氣回收呢 它這個NUX 自然就會降低 但是呢 如果說你這個NUX呢 太常開的話呢 糟糕 又會積碳 所以形成一個兩難啊 那積碳的話 第一個增加消費者的一個 這個維修的機率嘛 對不對 然後呢 你增加這個 這個廢氣啊 回收到進氣端 一定會稀釋掉這個氧的含量嘛 那車子會沒力嘛 那為了要有力 為了要讓消費者相信說柴油引擎 不需要比較高的保養週期 那就作弊啊 就不要一直EGR法 掃開一點嘛 那今天真的去進入驗車的時候就毛起來開嘛 這個是我們去年應該是從九月啊 開始爆出所謂的福斯啊 排污檢測造假的醜聞 這全球他們都承認了 這沒什麼好爭議的 就是一個車廠作弊的一個動作 那目前當然持續做了很多動作了 包括我看這一週最新的消息有提到說呢 本週啊 加州的聯邦法院控告德國車廠福斯汽車 控訴福斯以不實的廣告 宣稱他們所賣的柴油車很乾淨 那我剛才就說啦 其實很多人 我不敢講很多人啦 很多資料都告訴我們說柴油車不可能是一個很乾淨的機具 它沒有條件成為很乾淨 它不可能很乾淨 它今天是沒有火清塞 無法控制點火證實 在一個高壓 高壓縮空氣引發空氣自己升溫 然後呢 點入這一種燃點極高的這一種燃料 這不是輕油幾乎可以重油來讓它燃燒 那像這一種油就像家裡的沙拉油啊之類 它是屬於這種重油燃點很高的 這燒起來是一定產生煙的了 那再透過各種的我剛才講過濾啊 或者說噴灑油亮的這個這個油壓這個物化 要透過很多很多的科技呢 讓它盡量能夠達成我們的環保要求 然後呢 達成的過程當中 可能有很多這個副作用呢 是影響銷售的 比如說呢 你可能要常常清這個清那個 比如說呢 你這個過濾器呢 可能要這個經常性的更換 或者說呢 更換的時候可能花費很大的金錢 好那不要更換的話 就透過我剛才講的一些什麼 自己再生啦燃燒啦 搞來搞去 就是是一個很難控制的一個機具喔 但是呢 它唯一呢 會能夠讓消費者非常喜歡的一個誘因啊 那這個誘因也太迷人了 就是它非常的省油 這個每個開柴油車的都知道嘛 對不對 你台北高雄來回跑一趟 不用加油耶 哇那多迷人的一件事情 所以上禮拜我一個好朋友喔 他也又簽了一台柴油車很開心 大家可以知道龐德嗎 大家知道我在幹嘛的 很喜歡 一看到我就會跟我聊車子喔 各行各業的 欸龐德龐德 哇我這個車好讚喔 你看拆花了我一百萬喔 他買了一個 這個這個捷克的一個品牌的柴油車喔 你看旅行車耶 才一百萬 那德國這什麼 不是德國啦 就是德國 算是德國集團的品牌 但是東德 那捷克 捷克那個地方生產 很棒耶 你看才一百萬 你看歐洲車 對不對 你看我多聰明 才一百萬 然後你看我跑高雄 來回到台北喔 油箱還有剩 就開心這樣子喔 那就是說那個眼睛是發揮出很多那種燦爛的光芒喔 就是光油耗這件事情就很難去抗拒嘛 對不對 那你在講說什麼他其實引擎震動很大啦 然後轉速其實相對拉伸的沒有汽油車來的好啦 那如果他不在意就是不在意嘛 那你排出的 也囉不會啊我覺得很乾淨啊 那是車子鋼籤嘛 新車嘛 那甚至他也是福斯集團之一 那搞不定他也有作弊軟體嘛 我們也不知道嘛 那是平常在路上開的時候其實 NUX很高啊 那NUX很高其實像我那朋友小孩都還很小啊 對不對 你有沒有知道說相對呢 你如果說你家裡是這種室內的停車場的話 那其實對不對 相對是比較多的氮氧化物 會威脅到小朋友的這個呼吸道的過敏原這些 也許不會想那麼多了啦 更不要再想說什麼 什麼整體的空氣污染 不想那麼多 欸光那省油 OK啦 但是像這種事情 就需要公權力來介入 一般消費者很難以去做這樣的一個拉扯 然後最後可能就妥協於某一些你認為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現在在美國 包括上面講南韓 都有很多政府很積極的有力一些動作齁 再替消費者來對這樣的一個車廠做出很多一個很積極的一個動作 那麼目前我剛才講美國有這樣的一個他們的聯邦法院來控告德國車廠 那我上講到韓國政府也控告在韓國那邊販賣的德國的車子齁 那在美國你也有超過了500名的福斯車主 這數字倒比我想像中的少很多 美國耶 也才不過500名的福斯車主發起訴訟來告福斯詐欺 剛才講那個是聯邦政府啦 然後這個是有500名車主 好那這個聯邦 這個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在週二呢 加州所發起訴訟 希望尋求福斯做出永久性的禁令 來救濟撤銷賠償退回 已收支車款 繳回不法獲利等等等等一堆的啦 那後續怎麼樣呢 我們當然會持續的在關注 好那台灣這邊呢 對這件事情做的動作呢 我們之前有跟各位報告過啦 台灣呢受影響的在造冊的有18798台 目前呢據台灣福斯集團表示說呢 已經電話聯繫到14238台 那大概有3000多台還沒有 並呢會開始進行首波叫 叫EMA ROKE這個車款的招修 約莫有97台 那現在呢有8成以上的車主完成招修 那還有兩成沒有招修嘛 那你說下一波的招修呢 台灣福斯也正在等 德國原廠的通知喔 這個就是我之前講的 總是養人鼻息啊 今天是我們有主權的一個國家 在控制我們車內的 我們國內的一些車輛 不管安全或污染上的一些問題 就乖乖的等人家德國福斯集團啊 原廠通知啊 那沒通知我們沒責啊 就等一個德國的私人機構 等等等等等 看他們什麼時候要處理 我們國內是有公權力 主權監理機關在控制的車輛 看你們要怎麼處理齁 這個這傷腦筋 怎麼處理呢 好我們待會兒繼續聊 哈囉歡迎再度回到汽車俱樂部 我是龐德齁 那剛才講這個福斯的這個事情 其實講了很久了齁 為什麼還要一直講呢 因為呢實在覺得台灣齁 在面對這一些外國人齁 尤其這一種這個強國齁 強權齁 常常真的好像腰都挺不起來齁 我該強調齁 今天我們是一個齁 一個是有主權的齁 主權的國家有這個管制的 我們測試到領牌的 叫驗車的 那今天出了一個這麼大的一個trouble齁 等於說你被一個國外的一個 私人的企業 匡了嘛 美國也是啊 就覺得被匡啊 但是人家動作非常非常的積極齁 那不要說啊美國啊 美國全球第一強權啊 好那上次說了嘛 南韓也做至少人家司法 也是在告 告他們的這個福斯集團 要求償啊等等等等等等的 好當然這個我覺得錢不是最重要的齁 而且這個正當性會覺得比較弱一些 但是呢今天你說喔 對著這個人民的健康 空氣污染 喔這個是完全是全球的一個主流的一個議題啊 難道不應該從這個角度來對於這個 做這樣子事情的一個品牌 做一個比較強力的施壓嗎 而是哇這個哇這等台灣福斯 我在想喔 為什麼可以接受台灣福斯 他是私人機構喔民間喔 居然可以接受他講說啊我們下一波招休 就等德國原廠的通知 那是要不通知咧慢慢來咧慢慢拖咧 欸我們不應該我們官方不應該給他一個期限 難道不應該這樣子嗎 因為你這些是騙我們嘛 騙了之後然後每一台都 嚴重違反空氣污染 對不對 然後在我們每天你每天就在大家呼吸 就每天在經過你的車子在排放這一種過量的NUX嗎 這不是一天一天在污染我們的空氣 然後是不受管制的污染嗎 那不管 但很多人講啊比起什麼工業污染 那不管嘛 那就說這個是一個對法治的尊重的一個基本態度 我今天明知你騙我 我抓到了 然後呢 我還讓你繼續這樣子 而且很軟性的 等德國母廠 那等到時候看要怎麼處理 怎麼可以這個樣子呢 那等 慢慢等 那現在聯繫到一萬四千兩百三十八台 然後受影響了一萬八千多台 那現在慢慢來喔 從去年九月到現在喔 這麼久 而且不是說九月才有作弊嘛 是九月才被抓到嘛 你看那什麼 現在首波這個什麼阿瑪洛克遭修 約九十七台 有八成以上 八成以上 再八九 才不過七十幾台 一萬八千多台 搞到現在 也不過幾十台被被做了一個糾正 而這個糾正有沒有效我們還不知道 為什麼敢這樣 那台灣的這個官方顯然就軟弱嘛 盡量處理啦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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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很多人要買福斯的車子啊 我講了去年我到新車大展完 特別去繞了一下 那福斯集團也是滿坑滿谷的消費者在看啊 唉 講到這個就是 有氣齁 有時候 你看政府怎麼做啊 似乎也是 民間齁 民間你所呈現出來的東西的一個反照啦 好那你看看看齁 台灣福斯集團呢 他向媒體做一個說明啊 叫EA189才有引擎排氣事件說明 表示說呢 這個事件 從去年9月在美國爆發之後 福斯集團即進行了內外部的調查 總計部署450位專家參與 你跟我們講在幹什麼 你找了4萬5千位專家也不關我們的事嘛 你講在幹嘛 意思說你們 我們已經很盡力在 這什麼跟什麼啊 這什麼態度啊 我真是大力譴責啊 確定柴油排氣數值符合歐盟標準 未達美國標準 至今呢尚無解決方案 好了 福斯集團呢 因此提出給北美車主1000元美金的友善方案 美國有喔 他說因為我這個車 我符合歐盟規範嘛 那只是在這個 不符合美國規範 那你作弊這件事怎麼不講呢 不符合美國規範 作弊之後符合 作弊拿掉就會不符合 然後呢 然後呢 福斯因為他符合台灣規範 無法提供友善方案 這多麼令人討厭的一個記者會 多麼令人唾棄的一個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 作弊被抓到的情況之下 還可以大辣辣的 哇我們很有誠意啊 找到幾百個專家 在這個確定 柴油排氣數值符合歐盟標準 對啦沒錯啦 因為我們的環保單位去年就講了嘛 喔在台灣 我們有找這個車子來測喔 在路上跑跟在實驗室售測的時候 差大概七到八倍啦 的確怪怪的 這是我們官員講的話 的確怪怪的 但是呢 現行法規也沒有規定 所以也不能說他違法啦 好就這樣 然後呢也沒有看到很多的民間環保團體 在對這件事情表示一些看法 那今天他裝作弊軟體是事實嗎 那今天實驗室跟在路上跑 差七倍八倍 我們官員說怪怪什麼叫怪怪的 然後呢完全是一個非常被動式的 等待 台灣福斯 他在等待 德國母廠 看要對台灣這一些 車子呢做什麼樣的動作 等等等等等 而且呢我早就在節目中跟各位講過了哈 以目前所資料看到呢 德國福斯啊要針對台灣的這一些受影響的柴油車所做的動作 包括更改軟體 包括部分車款 還不是全部喔 部分車款 要在進汽車加了一個什麼擾流板什麼之類的哈 你真的問我龐德 你真的問我龐德 但我講了不準嘛 對不對 我也不是什麼什麼 汽車 汽車系啊 這什麼教授啊 我也不是嘛 我就是一個偶趣而已嘛 只是你問我的話呢 我強烈質疑那個東西會有用啊 那如果真的有用 那一定是更動之後呢 你這個車子要不就是油耗增加 要不就是這個保養次數的增加 要不就是車子變比較沒力 如果通通都維持原狀 它的美好都一樣 油耗一樣很好 保養次數不用增加 馬力也完全相同 性能不受任何影響 那你改這個軟體改完 它就可以這樣 那當時為什麼要作弊呢 這完全是說不通的一件事情 而且這理論我不用再重複了啦 你會做這樣就是它的背景存在嘛 那你今天 軟體改一改 就要告訴我們OK 那 以目前我們 國內我們相關單位的表現啊 我看這件事情非常可能就是 有招修就好了嘛 有就好了嘛 頂多就是說 會持續呢 再關注一下這一萬八千多輛的車子 是不是有每一台回來 做了一些動作 有了就好了嘛 就這樣 然後呢也沒有看到什麼名義代表 有很積極的針對這件事情 立即修法啊 好現在說 現在說法規沒有規定嘛 沒有啊 那不說既往啊 不能怪我啊 那當時它進口的時候 我們就沒有在這個路上 跑跟實驗室落差的這個規定嘛 這個時候不應該我們的立法委員 我們的交通委員會 交通部 開始馬上 要針對這個部分來修法嗎 難道不應該這樣子嗎 也沒有看到齁 就把這個事情當做一個八卦在看齁 所以我們要期待說 台灣什麼 未來空氣污染能夠怎樣怎樣 當然你要比爛的可以啦 我前陣子還聽到一位大陸的朋友齁 不斷的誇獎 台灣的空氣真好 害我不知道是要哭還是要笑齁 但你要比爛嘛對不對 你說你比中國大陸很多的城市 大家知道空氣污染非常的可怕齁 那你覺得台灣空氣相對很清新嗎 如果比中國大陸一些城市的話 但是到日本 遠的國家不要講齁 就是說你鄰國日本來說 那空氣又比我們好的又太多太多了齁 那你要追求什麼 你要擺爛就這樣繼續 那OK嗎 比中國大陸很多城市好啊 每個人從大陸回來都說台灣真 這個空氣很好 那OK嘛 你爽就好了嘛 但是如果說我們秩序 要走向文明社會齁 要越來越進步 我們的自己 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的身體要越來越健康 那真的齁 一次一次發生這些事情 有時候都沒事的時候 也沒有那個名氣啊 但是一旦發生一些新聞的時候 我們難道不應該趁著這個新聞 趁著這個民意的支持度 來做什麼嗎 我們休息一下 哈囉歡迎再度回到汽車俱樂部 我們待會十點之後會開放現場call in 好了我們看到台北市 去年起推動所謂林理交通改善計畫 這些不拖就是一些比如說我節目中常呼籲的齁 這些紅黃線的一些畫設啊 這個很好齁有做齁 然後巷口的紅線縮短齁 這個我倒是有點意見齁 重點不是縮不縮短齁 重點是你畫的紅線有沒有真的去執行嗎 或者說你這個地方畫紅線是不是還要問這個店家商家 社區這個管理委員會 這個亂七八糟事情很多齁 然後呢畫這個標線型人行道的畫設等措施齁 這個標線型人行道啊說實在 我覺得有畫跟沒畫是一樣的啦 因為他這個至少我所看到的齁 我們只巷弄裡面齁 你說什麼什麼什麼敦花南路那種大什麼復興北那種大路 我們先不談了齁 就是你這一些標線型的人行道你畫在地上齁 其實如果行人走在裡頭齁 就像那一種管制鬆散的徒步驅使一樣的 你行人走在裡面你會誤以為齁 也不是誤啦 就因為你認為你走在相對安全的空間嗎 其實你沒有嘛 很多台灣的徒步區 徒步個鬼咧齁 裡面還是一大堆摩托車在那邊進進出出穿梭 那你今天怎麼這樣 我裡面做生意我是商家我要送貨啊 反正一些五四三的理由一大堆啦 今天如果說我們認為行人能夠自由的徒步區不受交通交通運輸工具的威脅 所以如果這個是它的原意的話 沒有任何理由都不准任何交通機具進入 不應該這樣嗎 除非你是這個消防車嘛 對不對救護車那沒話說 那絕對大家都要讓你走 行人走就散遠一點 不是啊 我要送貨啊 怎樣啊 我就在裡面穿梭 然後很多還二行程機車臭得要死 什麼鬼徒步驅齁 真是莫名其妙 那你今天這個標線行人行到底是有異曲同工之妙啊 我所看到的這些巷弄內 本身巷弄就不是很大 然後地上圖這個綠綠的齁 然後上面畫個行人 那個行人有時候還畫這個人牽個小孩的這樣的mark 好像一副很幸福的樣子 其實一點用都沒有 反而危險 今天有哪個父母親敢跟小孩講 你就一定要走那個喔 有那個標線的人行道喔 那個畫圖綠綠的那個喔 那比較安全個鬼 更危險 因為你走進去 你可能以為比較放鬆了 然後其實呢 汽機車一樣照樣穿梭啊 也不理你啊 所以我之前早就提過了齁 我也呼籲我們柯P市長 有沒有可能能夠做這件事情 就是呢你說要鋪天蓋地的這個 用攝影機來取締 很多人反對嘛 這我就不再講了啦 就反對嘛 反正就是有人反對嘛 然後在台灣目前的社會 有少部分呢 只要很大聲的反對某件事 其他多數呢沉默的人呢 好像也就屈服齁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噁心的一個現象齁 好 那麼 我就呼籲嘛 今天大家 尤其現在大家對於孩童的保護 現在剛好正是名氣齁 最集中的時候 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我之前早就提過齁 那是不是率先在國中小 我現在把國中也拿掉算了啦 就國小 你說好啊 台北市看能不能有辦法先做 國小的周邊 國小的周邊 你說幾公尺 這可以去思考把它畫出來嘛 對不對 之前就是啊 什麼需要周邊 不能有網咖 這些是有的 但是呢 這一些在國小的周邊 快速穿梭的汽機車 我們大家 扪心自問多不多 太多啦 胡亂衝啊 然後呢 紅黃線 還是亂停一通啊 這個大家心知肚明啊 如果說今天大家真的 這麼愛護我們的下一代 這麼愛護我們的兒童小朋友 為什麼這一點的文明做不到呢 那說啊 這個呼籲 呼籲是沒有鬼用的啊 誰理你呼籲啊 呼籲是沒有用的 就是要管制 就是要重罰 那我們就好不要鋪天蓋地嘛 難道我們台北市市民 沒有這樣一點的文明嗎 所有的國小周邊 我們畫設一個 幾公尺內的道路 限速30公里 20公里 而且是 上這個學童啊 這個上下課時間 甚至應該說全天白天時間 有小朋友中間出來啊 什麼的啊 只要進入這個區塊 全時 電子攝影 闖紅燈的 超速的 重罰罰三倍 你問我旁得我第一個贊成 而且我呼籲馬上這樣 馬上這樣做 但這個是 我不知道啊 大家覺得台北 有可能 這個政策會被通過嗎 會做嗎 莫名其妙的人 憲法都搬出來啊 違憲啊 什麼隱私啊 真是莫名其妙啊 學童要保護學童要保護 對啊 大家嘴巴會講啊 講講講講講 那今天學童就是學童嘛 小孩子他很小 他可能很可能 忽然間跳出來 那又因為民眾亂停車 紅黃線亂停一通 巷口巷弄亂停一通 小朋友都是在 車子跟車子的夾縫中 鑽來鑽去嘛 你真的愛學童 這個事者不處理呢 你要亂停車 不要停到國小周邊來嘛 那不要這樣就是要警察 嚴厲的 從國小周邊開始 紅線一停來 罰三倍 時速超速馬上罰三倍 我一直在幻想這樣一個 文明的國度 就是說 好啦大家其他地方 你橫衝直撞就算了嘛 這很難處理嘛 但是呢 我們今天如果能夠看到 如果能夠看到 這是我夢想中的一個台北市的國度 尤其現在大家對於學童安全 這麼的在意 你在意就做些事情給我們大家看看 橫衝直撞一進入國小的周邊 馬上大家減速慢慢的 你說啊這不是發發出自願 是因為被罰沒關係啊 久了就成習慣嘛 然後因為大家被被怕被罰進來之後都跑得很慢 學童就不會 意外的 被這些可惡的契機車輾過造成傷亡嘛 沒有啊 你看這個事情要真的 我們柯P市長如果提出來 或哪位民意代表提出來 你看看好像會遭到多少的反對 好那在現在大家認為學童安全 大家這麼的在意的時候 好就看看到底呢 我們的民眾是只會嘴巴講 我們的民意代表那名嘴只會嘴巴講 還是真的願意做些事情 不能一直秉持著以往 只要是 約束你的就反對 約束就反對喔 害我不能夠 這個貪貪小便宜 害我不能夠 我爽怎麼開就怎麼開 真的是無法無天到極點 所以你看剛才這個新聞 再剩一點點時間 我把它大概講完 就說這個零禮計劃呢 這個 多數禮長是不買帳的 僅僅30個禮報名 至今這報名的30個禮呢 也只有3個禮 達到標準 那柯P市長在聽取報告之後提出說 有些禮是來亂的啊怎樣怎樣之類的 其實這個我實在也是肯切的呼籲啦 為什麼這個要等一下來報名 為什麼這個不能夠去強制 這個我真的不懂 我只是一個小老百姓 那麼目前呢30個禮報名裡面呢 僅僅只有中正區信營禮大安區大華禮大學禮華生禮執行度達到80% 大安區的這一個建安禮州77%等等的 好我們時間差不多到了齁 就這裡頭 呃顯現出呢很多這一種 林里的這一種交通的畫色 好像是要公權的去求那一當地的居民喔 這個我真的是非常的不理解 好我們待會兒去接call in 好我們待會兒回來繼續討論 OK歡迎再度回到汽車俱樂部第二個小時的節目現場 我是主持人龐德 那我們現在到11點 我們這個小時的時間是開放現場call in的 大家可以針對我第一個小時所聊到的節目內容 提出你個人的想法意見或者是不同的經驗 那在車子的維修使用保養上齁 有任何的疑難雜症呢 覺得可以提出來討論的 也歡迎在這個小時呢直接打電話進來 那如果說您不方便打電話進來的話呢 可以到龐德的這個粉絲團齁 臉書打入龐德應該很容易找到的粉絲團齁 可以把你的問題提出來 我不敢保證我一定每一題都能夠回答的到 或回答的滿意齁 讓您滿意 但是我會盡量齁 因為有些朋友問的問題 我有時候覺得我可能不是很適合回答 或者說我也沒有能力回答 那我也真的很抱歉齁 但是我也盡全力齁 來給各位做一個回覆 那麼空間電話是0283693398 讓我預告一下今年有好康的齁 待會我們10點半齁 10點半之後廣告回來呢 我會開放呢 有兩組電影票要贈送齁 就是洪金寶爺爺齁 他演的這個特工爺爺 我們有兩組 一組兩張啦 電影交換券 這個電影交換券是可以在全台首輪上映的戲院使用的 那時間呢是4月1號到4月5號 這樣一個電影交換券兩組啦 一組兩張 待會10點半之後我們廣告回來齁 我們就會開放 那怎麼送呢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節目中會聊到的話題齁 我就提出兩個問題齁 都很簡單齁來問 然後最先打進來兩位朋友您答對的話呢 就10點半之後啦不是現在啦齁 就可以得到我們的特工爺爺的電影票齁 好那我們看到台灣的這個Toyota的市占率很高 大家都很清楚齁 但是呢其實目前台灣的這個所謂的小車省油一哥呢 是有報導講說呢是這個Toyota的1.5升的這個Vios Yaris呢 和這個福特的Fiesta 那福特的Fiesta呢集各種高科技於一升嘛 缸內直噴渦輪增壓自動手排等等的 但是這個Yaris呢和Vios呢相對來說 那引擎也沒有缸內直噴也沒有渦輪增壓 但是呢這個變速箱呢還是傳統四速的齁 卻依然能夠有油耗齁 這數字非常的漂亮 而且跟Fiesta齁 這個都被堪稱為省油一哥齁 那這個在泰國看到Toyota的Vios齁 最新款的已經換上所謂的CVT無段變速箱 那無段變速箱呢它的理論上就是沒有變速嘛 好沒有變速那能夠更快的齁能夠追隨到引擎轉速的甜蜜區 讓你盡量在任何的這個行駛狀態啊 時速啊油門深度啊都能夠呢讓引擎進入轉速的甜蜜區 這就是CVT呢變速箱能夠省油的一個很大的一個關鍵啊 那目前看起來這個Vios跟Yaris呢應該在今年台灣的第二季啊 也會換上這樣一個CVT的變速箱啊 那到底CVT跟這個Fiesta的自動手排變速箱啊 哪一個呢是讓你覺得呢會在油耗上表現更為好 然後呢在這個後續維護保養上會比較方便喔 這應該是個難題啦 但是大致上來講呢CVT呢跟一般傳統的變速箱啊 維修維修的方便性跟難度呢在伯仲之間 但是呢自動手排系統喔自手排喔不是手自排喔 自動手排系統的話呢在維修的難度和方便性呢 相對就弱得許多啦齁 這個資訊給各位做參考 好我們CoinDL是0283693398 我們開始接Coin的朋友第一位是林先生 哈囉你好 阿朋友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請講 謝謝 請問我現在買了一台R71.8齁 他公司是告訴我說要加955千啊 我看到壓縮比較一大10比1對不對 加98的會不會比較有利一點或者是有什麼其他優點 是OK 好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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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壓縮比10比1齁 10比1大概算中啦也不算特別高 因為現在新款的車喔壓縮比其實有點逐漸拉高的趨勢 過去的話在日本的車系齁 一般NA引擎大概都是9.0居多 那到10點10比1齁齁 其實我覺得加95應該就很OK了 因為之前這個這個日本車很多是大概9啊 9比1或9.5比1都是加925千就OK了嘛 那你10比1的話加95我想一點問題都沒有的齁 只是說加92的話其實也不見得會有問題 只是說就有可能呢在某些情況之下產生暴震的情形啦 那這加98有沒有好處呢 其實我應該這麼說齁 它沒有壞處但是不見得有好處 什麼叫不見得呢 就說你現在這個用10比1的時候看起來很順啊 沒有任何暴震的感覺啊也很好啊 你加98之後呢很可能一模一樣 也不會比較有力也不會比較省油 對引擎也沒有什麼好不好就是一樣 你只是多花的每公升的那個價差而已 那如果說你現在開95的時候 你覺得有時候加速比如說爬坡的時候 尤其現在天氣如果慢慢熱到夏天的時候 爬坡加速會覺得比較沒力 甚至聽到引擎有輕微的聲音這樣子的話 就表示它在某些情況下會出現暴震 那如果加98的話就會改善掉這個情形 但是目前沒什麼狀況我覺得是不需要啦 你可以加加看啦 然後混這個有混到也沒關係 加加看沒任何感覺嘛 那就加回來95吧 也不需要浪費這個錢 我們就下一位是何欣先生 哈囉你好 你好龐隊你好 你好你好請講 我要請教你的問題是這樣 我們行車的時候我們的空調 要開冷氣 空調系統多半選擇在車內空氣循環嘛 當然我要換氣的時候可以改成換氣 換氣的話外面空氣髒 或者是冷氣會不會那麼冷 我的問題是說我們車上坐的人 我們在內循環的時候 空氣的氧度氧氣的濃度會越來越少 那我要多久的時候才該換一下 變成換氣 不曉得有沒有 你曉得不知道 或者有沒有單位研究過這個東西 第二個呢 我們做長途大科車的時候 長途大科車的冷氣系統有沒有換外氣的 這個換外氣是自動呢 手動還是定時自動 因為如果駕駛沒有換了 車上坐40個人 氧氣越來越濃 二氧化才越來越重化 對對對危險 司機他的反應是變慢了 可是我好像沒人聽過談過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是注意到的事 請教你一下 好謝謝謝謝 這個問題很好了 就是說這個大概我們都有經驗 做公車尤其有時候這個夏天又下雨 冬天又下雨的時候 一上車喔 哇會發現這公車如果人很多的話 那個人味道很重啊 然後感覺濕氣很重 這個玻璃都霧霧的齁 那這個那個時候真的會非常昏昏欲睡齁 那就是濕度高又人多啊缺氧的一個狀況 這的確我覺得這問題非常好齁 好這問題應該這樣來看齁 第一個就是剛剛這位何欣先生有提到說 他說車子開空調的時候呢 應該都是內循環這點倒不然啦齁 這以我的瞭解呢 除非是機械式的那種直接用推桿拉鎖的 那是現在車絕大多數都是數位的 也很少那種拉鎖式的除非是那一種啦 只要是這種電子控制式的這種恆溫空調 你除非你特地去按 要不然你剛發動的時候 通常啦齁不敢說絕對所有的車齁 幾乎大部分的車都是預先會設定在外部進氣 除非你去按 按內循環它才變成內循環 那甚至有一些車子呢 你按內循環之後它會內建一個程式 比如說每隔這每個車種不一樣齁 每隔20分鐘或每隔半小時 它就會強制又切回外部進氣 除非你再去按它 要不然它就一直外部進氣 所以這樣大家應該了解就是說 車廠也會考慮到關於這個車內的涵養的部分 所以絕大多數車廠在設計空調的時候 都是以外部進氣為優先 那除非你認為你要更強的冷房能力 或者說外部空氣很不好的時候 你在按內部循環一般是這個樣子的 那你說這個內部循環要維持多久 才能夠這個 這多久之後要解除啊 才能夠維持車內的涵養量 這個我想 我不認為會有一個所謂的很嚴謹的一個實驗 為什麼 因為每一款車都應該有不同的數字 而且呢其實所謂的內部循環 據我猜這麼多車子的經驗啊 那個內部循環的那個隔風板啊 就蓋住那個進氣的板子啊 通常也並不是一個完全密閉的 你說就是一個塑膠板 不是 它通常是一個就是類似海綿 可能是密度稍微比較高的海綿 海綿板把這個這個進氣口擋住 也就是說還是有些微的空氣會進入啦 只是比較起外部進氣它全開的狀態 當然還是會稍微有點阻隔嘛 所以我想這個數據應該是不容易得到 那至於說呢 這一個到底應該開多久 我認為啦 我認為還要是我自己的車 除非外面很臭 我還是會以外部進氣為主 那但你冷氣系統要夠好啦 因為其實這個很多的車子 它的內部循環反而是沒有被過濾的 它空氣直接內部吸 就內部直接進入進入那個蒸發器 然後就吹出來 那反而外部進氣的時候呢 是有過濾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車種 它的這一個濾網 它其實是在引擎室的後方 擋火牆那個部分 而不是在車內的這個風箱 就是外部進氣反而是有過濾 把外部的張空氣經過過濾進來嗎 那你內部的空氣反而是沒過濾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還是以外部進氣為主啦 除非說前面來一個烏賊車啊 柴油車啊或什麼很臭 你就把它按成短時間的內部循環 這樣子應該比較好一點 好不好給您參考 我們就下一位陳小姐 哈囉你好 陳小姐還在信上嗎 對對對 你好你好請說 你好我請問你一個問題 我最近買了那個新車那個Supercentral 是 這個禮拜一28號才交車 是 聽說是從濱江街吧 它出車的地方 開到那個復興南路一段 這裡富華飯店這邊 結果那個前面的大燈啊 起霧啊 起霧 然後甚至有一點點 水珠的感覺這樣子 然後我跟那個業務反應啊 是 他竟然說這是正常的 嗯 是 您的了解是怎樣 對這個Supercentral 那後來就散掉了吧 我是堅持要換啊 到現在還沒換 你只要換一個燈給你就是了 對 OK 好我來講你的意思 謝謝 其實燈具是這樣 其實這種抱怨常常有 就是高級進口車 也不時會聽到有類似的抱怨 燈具這個東西喔 其實它你可以想像嘛 它不可能是一個完全密閉的 所以它在燈具的背後 我們正前面看是玻璃嘛 它背後就是後面的已經該打開了 才看到那燈具 它背後呢會有一些排氣孔 排氣孔 那你今天可能因為洗車 洗車有可能喔 不是水跑進去 是因為溫度的一個這個急距的變化 急距的變化造成呢 燈殼內部起霧 起霧 因為水氣滿 洗車的時候整個環境是很濕的喔 那因為有這個排氣孔呢 它排氣孔是在下方 不是上方的話你的水就是從那個孔跑進去嘛 它是在這個燈具背後的下方有這個氣孔 也就是說內外空氣是會對流的 那這個燈具 它就是那個排氣孔是對外流動的 內部呢就是不流動的孔 就是它 它有點類似密閉 但是不完全密閉 有一個排氣孔這樣大家應該了解齁 所以當你有內外溫度溫差的時候 那讓人說嘛 空氣就會對流 那裡頭這個如果有吸到濕氣 然後呢這個玻璃鏡面的內外空氣有溫差的時候呢 就會內部有起這個 那個起霧 所以呢 那你那部車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看到那個車嘛 它是不是燈殼旁邊有縫隙有漏水 這個我不敢說 要實際上看 但是呢我只能告訴您說呢 在沒有瑕疵的燈具 也有可能因為我剛才講那個環境 造成內部起霧 甚至起霧到你覺得有向下流行 這是會發生的 但是你內部 我不知道 如果說它被證實是沒有外部洩漏 而只是有排氣孔的這個內外對流的話 那就不會被列為瑕疵 這您參考看看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會送電影票 哈囉 歡迎再度回到汽車俱樂部 我是龐德 那我們還有半個小時的現場時間 那麼我們這個時間是開放現場Coin的 Coin電話是0283693398 但是現在大家先不要急著打電話進來 因為我剛才有預告 我們現在10點半的廣告進來 也就是現在 我們會開放兩組 兩組特工爺爺的電影票 來送給聽眾朋友 但是當然要稍微出一點小小的題目 那這個題目呢 如果剛剛10點到10點半 這一段節目你沒有聽到 是現在才剛加入的朋友 你就有可能會打不出來啦 那如果說剛剛您就在聽我們節目的話呢 我想可能你現在也等在線上 然後呢 你也應該能夠打得出來 因為就是剛剛半小時呢 龐德在節目中所回答 聽眾朋友和我講的一些訊息 都很簡單的 好那如果說呢 您這個有想要去看這個特工爺爺 然後一次是兩張喔 有半可以陪你一起去看 那就待會呢 我們說開始之後 還沒有喔 我們等待會說開始之後 你就打電話進來 那答對的就送給您 就送完為止 好不好 那我們空間電話是 0283693398 現在開始您就可以打電話進來 我們先這個 送出兩組電影票 然後先問您簡單的問題 那這個題目呢 就會在剛剛啊 10點到10點半 我所談到的內容 非常的容易 那這電影票呢 它是一個兌換券 是4月1號到4月5號 這五天內 在全台首輪上映的戲院 可以使用啦 但上面有些規定喔 你什麼貴賓席啊 IMAX啊等等一些 就是你要比較 upgrade的這個部分呢 它是不能直接兌換的啦 就是一般這個 這個 regular的這個票啦 所以其實我也蠻想去看的 如果你沒答出來 那我就拿去看了 我們先接第一位是洪小姐 哈囉你好 你好 是先生喔 不好意思 洪先生你好 你好 這個特工爺爺 你有想去看是不是 對啊 真的喔 我也想去看耶 那你最好答錯好不好 開玩笑的啦 嚇到你了 好 那我們還是要問一下問題啦 您剛才10點到10點半 這一段有聽節目嗎 有 可是段段續續的 好啦好啦那看有沒有聽到 好 那我問你一下 如果沒答對 就讓給下一位的朋友 好 我剛有回答關於冷氣嘛 對不對 有位朋友在問冷氣 那我請問您 我剛才的回答當中 我說絕大多數車輛的這個空調 空調是以外部進氣為主 還是以內部循環為主 外部進氣為主 外部進氣為主 恭喜你答對了 好 那我恭喜你 那你要去看喔 票拿要去看喔 好 那我們那個妻子會 會接著告訴你要怎麼取得這個票 好那我們接著 接下來這一位是董 董先生 哈囉你好 你好我姓董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欸那個那您是要取票的嗎 對不對 我是要取票 我要回答題目 你趕快問問題 好好好趕快問你問題 是是 我剛才講說台灣現在有兩個省油一哥嘛 對 這兩個省油一哥呢 他有兩種變速箱嘛 是 對不對 其中一種是CVT 另外一種是哪一種 就自排變速箱啊 自排變速箱喔 答錯了 不好意思 好那我們就接下來下一位 不是自排變速箱喔 因為除了手排以外 所有的變速箱都是自排 但是自排變速箱分為很多種啦 所以很抱歉你沒有答對 那我們再接下一位 我們趕快 下一位是謝先生 欸你好 欸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好那請問我剛才講這個 CVT和另外一款變速箱 這兩款是我剛才介紹過 所謂的省油一哥的變速箱形式 請問CVT之外的另外一款是哪一款 手排自變速箱 什麼 手排 它是手排跟自動變速 手排跟自動變速 不好意思你也沒有答對 奇怪 這題不好意思 那你可以先掛掉 這題真的有這麼難嗎 因為如果常聽我節目的聽眾朋友 應該也聽我講過 關於變速箱的形式 尤其是所謂的手自排自手排 我記得我還在節目中 那麼多年 我不知道哪一年 講過的時候 有時候我會自己喬裝 以前還沒人都認識我的時候 喬裝到這個showroom裡面去 去問一些看車的事情 很多業代 手自排自手排其實搞不清楚 我還覺得 嗯怎麼會這樣 這教育訓練要做好一點 好那我剛剛這個問題呢 就是說 我前面有介紹兩款吧 都是在省油上表現比較好的 一個是CVT 另外一款是哪一款 我想我這樣提示非常清楚了 這位陳先生不知道能不能答對 哈囉陳先生你好 請問ECVT嗎 很抱歉還是沒有答對 這個奇怪 我很驚訝 怎麼大家這一題一直沒有辦法答對 那我剛才講就是說呢 這個Toyota的Vios啊 它用CVT嘛 包括剛才前面那一位 他說頭燈 他覺得有進水 那個Supercentra Nissan的Supercentra 也是CVT CVT是無段變速箱 那一般我們絕大多數人開的 這就是一般傳統的液壓變速箱 就一般那就是所謂的自排嘛 那因為加了一些這個加加減減的模式之後呢 也叫手自排 但是呢有另外一種 好另外一種 跟手自排名稱幾乎一樣 排列變一下 我這樣講也很清楚了齁 那麼我再提示更清楚一點齁 那之前那個福斯啊 剛才前面講搞那個柴油作弊軟體的那個福斯呢 它那個變速箱也曾經被鬧得轟轟烈烈的齁 DSG的變速箱 疑似當時被很多車主串聯說 它那個有問題齁 就是也是 就是我現在要等待那個答案的那套系統 那個叫什麼什麼變速箱 好不好希望這一位能夠答對 我們趕快要回答其他的問題來 余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請問是什麼 自手排變速箱 自手排答對了啦 哇這個余先生 你剛才在線上聽有沒有覺得 欸怎麼會大家答不出來齁 我覺得明明就是自手排 為什麼講那麼多還講不清楚 哈哈哈哈 對啦就是大家各行各業都忙啦 不見得大家很注意這個 不過如果你要買車的時候 真的要搞清楚啊 手自排自手排是不一樣的對不對 OK那這個自手排就是說 它基本上是手排嘛 效率很好 但是它不用去排檔才離合器嘛 是不是是這樣 OK好那恭喜余先生 我可不可以再問一個問題好嗎 我想請教一下關於那個引擎發 引擎啟動的電池的問題 好你說 嗯 一般來說引擎越大 它電池的電容量也就會越大嘛 對理論上就 這很好玩的事情是 我有一台 當然柴油引擎跟汽油引擎又不太一樣 柴油引擎又不太一樣 柴油引擎又偏高 欸對 然後我有一台怪手 它只是1000才馬CC的柴油引擎 可是它是會配100安時的那種大電池 怪手好像24伏特是不是啊 欸12伏特 是12伏特嗎 那小乖乖啦 OK好 欸對對對 然後我就很奇怪 那我也把這幾個電池來轉 發現到沒有75還真的發不起來 嗯 那一台2200cc的柴油的老 都是老車子不是新車子 對 但是卻大概80就可以發得起來 那那台1300cc的小怪手 就是小乖乖它的柴油引擎 卻配這麼大一個那個那個 我就搞不清楚怎麼回事 好謝謝 謝謝謝謝 其實100安喔 這個對於一般的轎車來說 算是蠻大顆的喔 一般那種大轎車喔 對我插播一下 那個我們電影票已經送完了喔 如果您是要鎖票的話 很不好意思喔 接下來我們可能就是 您要問我一些問題的話 再打進來 我們現在已經沒有電影票了喔 OK好那剛剛這位朋友提到 電評是這樣子啦 其實一般的小轎車喔 你說50安培小時60安培小時的很常見 那比較大排氣量的 你說2500啊3000cc的喔 可能到80或到100安培小時喔 就AH一般就OK了 那當然現在新款的電池喔 是有它雖然數字喔 這個是是這樣 但其實它效能喔 可能是比重新來的好啦 那柴油引擎的話呢 因為它壓縮比高 你驅動它的時候呢 需要比較大的一個力量 所以柴油引擎通常會安培數要求高一些 但是呢 但是呢 其實 嗯 一個是壓縮比本身高低 就是說你要推它力量多少 一個是你啟動的這個馬達啊 它在驅動的這個飛輪 這個飛輪呢 也是有各個車款不同的設計 先比如說你這個小怪手 那當然怪手我不是很了啦 我只是我的想像啦 它今天呢 它這個也許因為它 它的主要 它不像一般車子是要跑快跑慢嘛 那你小怪手基本上只有慢速移動 所以呢 它的齒輪比 包括飛輪 我相信齒輪比都是非常大的 好 所以呢 在齒輪比大的情況之下 齒輪比大 就像我們排檔排到低速檔的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它的啟動馬達在驅動的時候呢 經過這樣一個齒輪比大的減速作用 可能相對來講呢 不需要那麼大的電力 這是我的解釋啊 你參考看看 我們就下一位羅先生 哈囉你好 喂龐德老師你好 你好你好請講 不好意思 我的問題是說我最近有想要換車呢 鎖進的目標應該是 BMW X5大概 車想要是170吧 年份大概是08到09年 那問題是 我的問題是說 因為會上網一直看一直看嘛 就突然有看到一篇說什麼 2014的說JDI Power吧 好像是一個組織還是一個這樣 它是十大最不應該買的中古車 它第一名就是BMW X5 那它這個部分 它理由是什麼呢 它理由是什麼呢 妥善率blahblah之類的 這個當然很 對我來說是很 對 不過我就想聽聽看龐德老師有沒有 相關經驗或意見可以協助一下 謝謝 好謝謝齁 其實我先講一下 我們要進廣告 雙B車一向都不是妥善率很高的車啦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哈囉 歡迎再度回到汽車俱樂部 最後10分鐘喔 扣椅電話是028-369-3398 剛才有朋友提到就是說 但說那個什麼 像報導說這不應該買中古車等 我覺得那個 當然很多參考數據啦 這個我們也沒有辦法直接評論 只是呢 我剛才前面就已經說了一個重點 就是很多人也許我不知道啦 也許有些人對雙B車 你第一次買這樣車或怎麼樣齁 或者對這個不是很清楚的話 有時候會有一些幻想齁 就是雙B嘛 他覺得哇 好車對不對 高檔車等等等等的 就是他 對我來說啦 我覺得雙B車 他對我來說 他的對我當然有他的產品吸引力 第一 他是品牌嘛 你開雙B好像你好像 表示這個事業有點成就 買得起這個車 第二個就是說他的設計 常常其他的車廠很多就是跟著雙B車的設計 各方面的設計 外觀內裝 性能 傳動各方面齁 設計是領先的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這一個性能 他性能包括安全或是操控的性能 其實都在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領先的一個水準齁 所以 他也只有這些 那你說他的妥善率齁 其實隨便一個什麼Toyota Honda Nissan 都比他好 那你說他的這個二手車的保值性 其實也沒有國產車好 那故障率那更比我剛才前面講 就是妥善率嘛 其實沒有這一日本車的表現那麼好 但是呢 他依然有他其他的存在價值啦 所以這樣講你應該就很了解了齁 如果你覺得買這個車子是要要求 你知道他性能啊 安全啊 還有這個感覺啊 或者他很好 但是如果說你期待他會比你現在 假設你現在開的是一般的這個日系的國產車 你要想他跟你的車一樣的品質穩定度 那那可能就會有很大的落差 好吧 尤其你剛才講08嘛 現在8年的車子了齁 其實已經會有不少的一些部分是要維修的 所以如果您覺得還是想買一台雙B來這個開心一下的話呢 就是還是要準備一些維修的一些這個心理準備 好這是正常的 所以只要他里程數不是調過的 里程數不會很高 徹底沒有撞過的話 這個合理的價錢 我認為都是可以入手的 好不好不用擔心太多 我們接下來一位江先生 哈囉你好 你好你好請講 我想補充剛剛先前一個前面的一個問題 然後我想要再提一個問題 剛剛你有提到說有人 洗壓素比10.1的引擎 然後增加就是要加929598 其實我以前的經驗是 因為一般原油在提煉的過程中 大概心碗值都是82到85 然後再加含氧汽油添加劑 才能夠讓心碗值到929598 但是他們實際上會通到一個問題 就是這含氧汽油添加劑的熱質比原本的汽油低 所以通常我們會有一個缺陶夫之間的關係 是怎麼樣讓心碗值提高 但是點火提前角度提高 讓壓力提高的過程中 從最大引擎鋼內壓力提高過程中 去獲得最大的輸出功 然後去達到一個引擎最大的輸出 所以其實我想龐德您 待會可以再針對這部分做補充 我想這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細節的說明 那你的問題是什麼 這是我想要跟他補充 那我的問題是說 因為我最近在維修我自己的 BMW190的冷氣空調的濾網的時候 我發現一件事情 它的冷氣空調濾網會有兩個擋風門 擋風閘 然後這個是馬達在驅動的過程中 我不太確定是 它是先開外面的一個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 它外面那個是一般190系列會做一個自動偵測的擋風閘 然後內部還有一個擋風閘是可以手動開啟跟手動關閉 所以現在的車子是會做這樣的動作 OK好謝謝 這個其實是這樣子 這個內部你說兩個擋風閘 這個不是它的重點 重點是說呢你剛才提到的所謂自動或者是手動這個部分 BMW車子呢它有個系統 它是你可以看到那一個控制外部進氣內部循環的這個按鈕 它會有三種選項 一種選項是它兩個LED燈都不亮 它是一個cycle嘛 就按按按就會這樣cycle在跑 一個是不亮 不亮的話呢 它就是完全是外部進氣 我剛才講的 基本設定都是外部進氣 然後呢 你再按一次的時候呢 它會進入一個內部循環一個圓圈圈的mark 然後寫個A在旁邊 這個就是所謂的automatic的這個自動的一個循環 它就靠偵測 它在前面的水箱罩那地方有一個感測器 大家感應到這個數值呢 它是感應哪個內容我不是很確定 是NUX呢還是CO呢 這我不是很確定 但是我很確定它是那個地方有個sensor 這個sensor呢大家感應到是應該要強制變成內部循環的時候呢 它就會把這個閥門關起來 那如果說當它偵測 這個張空氣環境已經脫離了 它又會再打開透過那個閥門 再打開變外部進氣 好 那那個按鈕 如果你再按一次變成是只有圈圈 旁邊沒有A的時候呢 那它就是把閥門關起來 變成是完全內部進氣 而它這個內部進氣呢 是不會解除的 除非你熄火了 你熄火之後它就重新reset reset到你下次啟動的時候 那經過一段時間它就reset 再次啟動的時候呢 它又回復到一個這個外部進氣 所以它並不是說一直在偵測沒有 你沒有開偵測 就是沒有到那個圓圈圈加個A的那一檔的時候 它是不做偵測這個動作的 OK大概是這樣子啦 我們就下一位汪先生您好請講 旁邊大哥您好 你好請說 現在換了新時段 收聽的狀況您應該滿意齁 OK很好 謝謝謝謝謝謝 您能踢得到我都很開心 您說 就是您剛剛講到那個 靈體交通改善計畫 因為我剛好之前 我有跟李章討論到 我們社區畫紅線的狀況 所以我大概對這個政策 會有一點感覺 是我說你說太好了 其實如果說要用強制的方法來處理這個問題 恐怕真的不合適 那因為我會覺得根本的問題 其實在我們的都市更新的速度 其實非常緩慢的 所以我們的社區大概會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密集式的公寓住宅非常多 那人人有機車汽車但是卻沒有停車場 所以這些車子不知道進哪裡去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住宅跟其他商業 或者是工業混合的情形非常嚴重 那商業區或者是我家樓下那種小工廠 如果你說它完全不能停車 或是它有什麼進貨出貨的問題的話 這對它來講其實都造成困擾 所以我覺得可能解決的根本知道 大概是在於都市更新的速度 那現在目前我看到就是網路上有公布 一個成功的社區 以大安區的大學禮來講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它在十大附近 那我覺得它可以成功的最根本的原因 應該在於說它那邊的停車的空間非常充足 因為師大本身下面它的整個體育場下面都是停車場 而且是開放社區使用的 對我這邊有資料 目前就是中正區新營禮大安區大學禮 發生禮的執行度是最高的 是就是那個大學禮 所以它好像在十大附近 所以那邊的停車空間是非常足夠 所以我想是比較容易推 那碰到像這種住商混合 住辦混合還有老公寓的地方呢 這個確實會比較困難 因為這個政策目前來講本身的誘因其實不足 比如說柯市長送個匾額能夠鼓勵大家去推動 我覺得這個真的比較難啦 尤其是對於我們大家在這種老公寓住了很久的 你說要為了這個這個政策去得罪領居 那其實它所帶來的效益 可能還不如我們保持一個好的互動關係 然後大家商量好說 我們可能交通上可能可以互相幫忙 你讓我停一下 我讓你停一下這種私下的協調 然後維持一個零裡之間好的互動關係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目前現在的解決方式 我大了解你的意思 謝謝 所以我想這個這位先生講的是 完全就是現在我們台北市民的無奈了 就是你看到哇這個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那樣 但背後都很多的無奈 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但是我覺得啦 我覺得這個柯P市長 這件事情這樣子來做 我認為方向性還是一定是對的 讓大家針對這個問題去解決 而不是說因為現在的環境呢 就覺得反正台灣就是這樣 就這樣繼續下去 可能這樣比較不好 好那麼今天節目進行到這邊 我們下禮拜同一時間見了 拜拜